大家好 今次我會說的科學故事就是兩位古希帖科學家做的很美麗的實驗 其中一位叫阿里斯塔斯 他在做實驗計算出月球的半徑 第二位就是埃拉托森尼 他計算的是地球的半徑 所以你想像在二千多年前的古希帖他們沒有任何現代科學儀器 可以計算到這兩樣東西是非常厲害的 第一位阿里斯塔斯 其實他同時也是史上第一個提倡地球圍繞太陽轉的人 所以他是日深雪的始祖 當你知道地球圍繞太陽轉之後 其實你可以計算出很多東西出來 其中一個當然就是計算月球的半徑 我現在就教一下大家怎麼計算 所以可能會比較技巧一點 但是我覺得我這次講 會比較適合讀理科的學生和學生 開始吧 首先你需要知道的東西就是在兩個相似三角形中 在兩個相似三角形中 角度的比例就等於實際長度的比例 這個是中學很簡單的非常簡單的數學 不要問我為什麼了 你自己想一下為什麼 所以當知道這件事之後 你就可以靠著這件事去計算出月球的大小 這個實驗你可以自己做的 當下一次發生月食的時候 你就可以做到的了 你需要知道的東西就是兩個大小 其中一個就是在月球軌道上地球影子的各大小 就是什麼呢 就是這一條邊 這幅圖裡面 這個是地球 太陽在很遠很遠左邊 太陽光照過來 所以這個黑影就是地球遮住太陽光的範圍 就是地球的影 在月球軌道上地球影的各大小 就是這個角度 就是黑色的這個角度 就是你站在地球上面 你望上天道 你度一度 這個角 就是這個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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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麼計算呢 很簡單 你就可以看看 當月食開始那一刻 開始 你看看它在天上哪個位置開始 到月食結束那一刻 你看看它在天上哪個位置開始 然後你再量度天上這兩個位置 之間的角度 就是黑色的這個角度 第二樣你要知道的就是月球各大小 這個很簡單 你隨便找一晚滿月的 望上天道 量一下月球的各大小 就是這個 三角形 這個紅色三角形裡面的這個角 就是這個 重點就是這兩樣東西的比例 就是這個月球軌道上地球影子各大小 除以月球的一個大小 因為相似三角形 就會等於月球軌道上地球影子的實際長度 除以月球半徑 就是說 這條邊 當然這條邊的一半 因為在說半徑 如果你說月球直徑的話 就是這條邊 除月球的直徑 就會等於這個角 除這個角 所以你量到這兩隻角的比例 你就知道這條邊 比月球直徑的比例 半徑一樣 上下隨意 沒有關係 半徑為直徑 第二樣 它要知道的東西就是 這幅圖 這幅圖很簡單 就是地球圍著太陽轉 月球圍著地球轉 你可以在地球 太陽 月亮的軌道 畫到這幾隻三角形出來 有A B C D 五隻角 我不教你怎麼計 其實這幅圖你應該在Wikipedia也找到 你就可以知道這幾隻角的關係 你可以看得出來 A加B加C等於280度 E加C加D等於880度 所以E加D等於A加B 之後你再找到A什麼是B 你自己寫出公式 你就會得到這條公式 當然其中有一步很重要 我現在講一講 就是太陽的角大小 原來這麼巧 等於月球的角大小 什麼意思呢 就是當太陽 當日蝕發生的時候 月球只是可以剛剛好遮曬太陽 就沒有大沒有小 剛剛好遮曬太陽 所以這個就是很特別的 如果你問問人們 喜歡拍日食的照片 他們最喜歡拍什麼照片 就是有一幅相 有一個時刻 他們最喜歡拍的 就叫做鑽石戒指 就是剛剛好月球遮曬太陽的時候 那幅相是很漂亮的 就是因為剛剛好遮曬太陽 就會在太陽附近 其實有一些 伸延出來的東東 那些叫入面 但因為那些 那些東東的光度 相比太陽本身的光度來說 很暗 所以我們看不到 平時我們看不到 但當月球遮曬太陽本身 發出來的光的時候 所以我們就看到旁邊的一面 形成了一個圈 就好像一個鑽石戒指 當月球遮曬太陽 我們只看到太陽 其中一部分 那部分就會發得很光 變得很光 所以整幅畫 整幅相片就好像 一隻戒指 上面有一顆鑽石 這樣 你可以上網自己搜尋一下圖片 挺漂亮的 那你只要知道這件事 就可以化簡到變成這條色 這條色是什麼呢 就是在月球軌道上面地球影子的大小 就等於地球半徑 乘以這一塊 再減月球半徑 那這塊是什麼呢 這塊就是一加地月距離 隨以地日距離 就是地球和月球的距離 比地球和太陽的距離 那你需要做的一個近似就是 你假設地球和月球 是比地球和太陽近很多 那所以這個比例 就會非常非常非常之小 所以小到是怎樣 當它是零 那所以就得到這條公式 在月球位度上面地球影子的大小 就是剛剛說的這條邊 就是這條邊的一半 就是這裏 就等於地球半徑 減月球半徑 最後你只需要把這條顏色 兩邊隨以月球半徑 就會得到最後這條公式 這條公式上面 左手邊實力已經知道了 為什麼呢 這個就是你剛才 剛才那個三個型的大小 這個 這兩個三個型的大小的比例 就是這個月球軌道上面地球影子大小 比月球的半徑 就是這個 所以你又有這個數字 這個數字我記得好像是2.7的 所以這條式告訴你什麼呢 就是告訴你 地球半徑比月球半徑 地球半徑就是月球半徑的3.7倍 對嗎 因為2.7等於這個比例減1 所以地球半徑就等於3.7乘以月球半徑 所以如果你知道地球半徑 你就知道月球半徑 所以原來你 我需要量度地球的大小 才量度到月球的大小 沒錯 所以下一位我講的科學家 他就是 我一學會來 他就是 第一個去量度到地球有幾大的人 那你在講的科學之前 剛才有提到一個題外話 就是如果你是在讀中學的物理 你也知道讀物理要有訊息 其實當你看到這條公式的時候 你應該可以訊息到一些東西 即是如果你有訊息 或者我現在告訴你 你自己想一想 這條式有一點問題 好像 在月球軌道上面地球影子大小 就等於地球半徑 那麼月球半徑 不是吧 地球半徑和月球半徑 和他們兩個之間的距離之間 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 在月球軌道上面地球影子大小 和地球月球之間的距離是有關係 為什麼 好像右手邊 和他們兩個之間的距離 沒有什麼關係的大小 為何竟然可以跟左手邊的距離 你應該要訊息到一個問題 這條式 問題不是那些計錯數 是因為在我們 如何得到這條公式的過程之中 我們做了一些假設 那些假設就會導致連接到這兩個東西 是什麼呢 第一當然是地日距離 很遠 遠到遠到 這個地日距離比地日距離 差不多等於 等於 那當然 這件事情 深水清的同學就會知道 哦 其實跟 在說 太陽 擺在無限遠 就是一樣 是不是 因為說 這個比例很小 很小 不就是說 墳墓很大很大很大 大到你當它是無限遠那麼遠 是不是 但是問題原來出在這裡 我們平時經常說 一個光源 譬如一顆星 很遠很遠 它發出來的光 就會是平衡地過來的 是不是 那就是說 如果我們當太陽在無限遠的話 應該地球 在月球軌道上面 地球影子的大小 應該直接等於地球的半徑大小 或者地球直徑大小 這條邊應該直接等於這條邊 因為如果這些光是平衡進來的話 這個影子應該不是一個三角形 應該是平衡的 所以說這條邊 就等於地球的直徑 為什麼會等於地球的半徑 減月球的半徑呢 從哪裡來呢 原來就是我們 一開始我講過的一個重點 就是我們做了一個假設 不是假設 這個是真正的 這麼巧我們大自然 我們觀察到大自然的關係 就是原來太陽的角大小 是差不多 正好等於月球的角大小 所以當我們做這個近似的時候 我們把太陽搬到無限遠 的時候 我們就不是說 把太陽搬到無限遠 遠到小到一點 因為當一件事 你越搬來越遠 你就看上去 那件事就越來小 但是 因為我們做了這個 因為我們知道了這件事 太陽的角大小 差不多是月球的角大小 即是說 當我們這次 在做這個近似 把太陽搬到很遠 的時候 我們要同時把太陽 越放越大 這樣才可以保持 太陽的角大小 差不多是月球的角大小 差不多是月球的角大小 各位同學 想一想 如果不太明白的話 就重新再聽一次 或者自己再去想一次 這件事就是 如果你想通了 其實是幫到你去思考 我相信 思考一些日後的物理問題 那就不說那麼多了 有興趣自己再聽 講一下 阿拉學會尼 如何去量度地球的半徑 其實這個是 稱之上為最美麗的實驗 我覺得是當之無愧的 很簡單 很簡單 如何去量度 首先我們知道一點就是 在地球上某些地方 我們叫做當頭日 在香港也會發生的 在一年之中 某一日 我們會 剛好 太陽走到一個時刻的時候 那個時刻就是 你會見不到自己的影 因為太陽在你頭頂照下來 不是地球全部都有的 不是各個地方都可以發生這件事的 是當你的位度 是低於地球自尊軸的傾斜率的時候 才會發生的 即是二十幾度 我記得是二十三點幾度 香港就是北緯 是二十二點幾度 所以香港會發生的 同時 在顧希臘 奧特特色尼 住的地方 叫做 阿歷斯安德里亞 有一天 有一個人告訴他 你知不知道 在一個城 叫做 不是阿悉讀 叫什麼 沙納 在沙納這個城 在某一天 會發生一件事 就是 原來我們看在井上 是看到太陽的影 因為你想像一下 如果太陽不是當初日照下來的話 你看在井上 是看不到太陽的影 因為光是直線地射下來 但井上很深 如果你看下去的時候 它不是垂直射下來的光 你就看不到太陽的影 但有人告訴他 在那天我會看到 所以奧特色尼 憑這一點就想到 計算地球大小的方法 你只需要在同一天 在阿歷斯安德里亞 動之棍 你知之棍很高 因為阿歷斯安德里亞 不是沙納 所以在阿歷斯安德里亞 當沙納是當初日發生的時候 阿歷斯安德里亞 就不是當初日發生 因為它們兩個城之間的距離 所以在阿歷斯安德里亞 動之棍 這棍會有影 所以你能量到影有多長 你就知道棍有多長 你就知道 途中A這個角度 而我知道一件事就是 光線是平衡地射進來的 所以在阿歷斯安德里亞 這支光是當初日 射進來後 它就會對著地球的地心 而我在阿歷斯安德里亞 動之棍在地面 因為垂直動在地面 所以這支棍 如果你延長在地底的話 它也會對著地心 所以這三條線 這條太陽光的這條線 平衡於射著當初日 這條太陽光的這條線 所以這條線是平衡線 而這條線 連同這條平衡線 我們數學上 有個理論 讀中學數學 同學應該要認識的 就是叫做 alternate angle 所以這個角度 A就會等於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同樣是A 即是說 只要我們在那天 我們能量到這個角度 A這個角度 我們就知道 地心的這個A的角度 不用拿著尺針 挖到地底的角度 最後 只要我知道 阿歷斯安德里亞 和西良這兩個城之間的實際距離 我又知道這兩個城之間的隔角 那我就可以計算 隔角是 譬如我胡說的 一度 那你乘回360度 360度 就是一個圈 我知道這個一度代表的 我亂說的 可能是100公里 那我乘回360度 就是月球的圓周 我有月球的圓周 就找到月球的半徑 對不起 地球的圓周 地球圓周 就找到地球的半徑 所以最辛苦的一件事 其實我覺得 在這個實業裏 最重要的那位功臣 除了是阿歷斯安德里 想到這個方法之外 就是去量度這兩個城之間距離的人 那個人真的很辛苦 你想想 我想他也是請回來量度 不會是他自己量度 他要在這兩個城之間 那時候是沒有這些特別的測量工具 那你又沒有GPS 又沒有Google Map 怎麼量度 又沒有尺 那時候的人是怎麼量度 就是靠這些人走每一步都很小心 每一步的步驢都是一樣的 然後他計算一下自己在阿歷斯安德里 走到沙拉有多少步 乘回他每一步的步驢的長度 就是這個兩個城之間的距離 真的很厲害 所以你想想你怎麼做到 但是實際的結果 就非常驚人 就是因為根據阿德學識來的計算 地球周長就是25,000公里 現代用GPS去量度地球實際的周長 就是24,900公里 相差的誤差是0.4% 這個誤差率 可以說是極之小 你想想在2000多年前 跟現代的一個 量度的一個數值 只是相差到0.4% 那所以 真的沒得說 這個實驗真的有今生無來世了 所以這次就是講了這麼多 剛才我講的那些計算 大家同學可以試一下自己做 我非常建議 想想背後之間的物理 對於你們讀物理科 我覺得是挺有用的 所以知道了這個地球的背景 用剛才的這個公式 就算到月球的半徑 那月球半徑的誤差就大一點 不好意思 沒有阿德學識來的地球半徑 的誤差這麼小 這個誤差大約是28% 沒辦法 因為量度各大小是很難的 真的很難 那誤差大部分 大部分都是來自 量度各大小的誤差 所以這次先說到這裡 下一次再跟大家介紹 其他的鼓起力科學家 拜拜